Coffee Day 這件事都是我有什麼搞的 Coffee Day這個概念在香港曾經出現過一次 就是2007年 香港有人試過去搞 但就不算搞得很大 但其實這件事在外國已經做了很久 因為外國特別是美國 有些駕駛的駕駛駛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更加重要 但是香港來講 其實搞Coffee Day也有些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這行第三行 其實香港是世界上 汽車的密度最高的一個城市 每個美路有25至15架車 可以看到 也因為這樣 香港的車是第二大的溫水體排放源頭 就是什麼呢 其實要處理氣候變化這個問題 處理完發電之後 即是大家熄炎燈之後 如果大家都有 參加到今年一回合 熄炎燈之後 就要搞一輛車 就要搞一輛車 怎樣可以從車那裡著手 去令到減少方式的大方 那 好啦 跟著 其實香港這些數字都挺不人的 就是700萬噸 每年的二輪發財排放 其實除開 大家一人就會大概有一噸 每年有一噸就是由車到來 有什麼辦法可以將它減少呢 咖啡其實是哪一種 氣候變化災害 其實大家都可以有興趣 我可以多說一些 如果沒有興趣 我都可以簡略地快些 跟大家講完就說了 不要緊的 因為我不太喜歡 有什麼事 好 我可以繼續講 在這方面有關於時間的關係 大家看到這篇圖 還有看完冰天 都會明白氣候變化 導致冰川紅化 很不簡單 另外其實也會對香港 有更多的影響 就是熱浪 乾寒 暴雨 還有台風 剛剛 陳師奶奶去完台灣 都見證過一個超大的台風 好像一整個台灣 對 這些台風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 會越來越大 和越來越多的出現 對香港的影響也是有的 沿岸城市面對咸潮 威脅 香港比較幸運 那些水是由廣東買來的 但看回香港旁邊的澳門 有時一到秋天、冬天 這些乾一點的季節 就會有咸潮 對他們來說 喝的水 他們就會咸了 因為他們是靠地下水 有些海水湧進去 這個也不需要說太多 看看有沒有什麼 好 接著就到生物品種 生物品種的貧林滅絕 其實就是說 有些專家的專家 沒有專家 我不懂 他就說 如果氣候變化繼續 就會導致 40%至70%的種 動物面臨奪種 當中包括了北極堂 還有企鵝 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些都是入面化的 可能是影響 動作用化 糧食大熱膽、疾病傳播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到 覺得可能這幾年都會多了 燈隔熱、藥窄 政府宣傳片都多了 叫人把白色長袖衣服去交遊 那些片都多了 其實就是因為 天氣越來越熱 那些蚊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大 現在影響到香港 這些都是入面化的影響 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 老闆的概念 就是我們繼續開車 其實氣候就會繼續變化 所以就要有無車 希望透過一天 令大家去想回 無車的重點在哪裡 令大家去想回 車對香港人 是否必須 是否一定要開車 特別在香港 基本上 下去就已經搭到地鐵 去哪裏都是半個小時 多一點的城市 其實車是未必是熱水 好 可以對日路上也是 對 那些背景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在香港就好像沒什麼聲勢 但在外國其實已經在做很大規模的 無車人的活動 那上面其實 剛剛加上去 就有超過一百個 其實不止一百個城市 2007年那一屆 中國是有一百零八個城市 已經參加了 中國也是兩年前已經做了 有四十個國家 主要的城市 參加了Caffey Day 那他們的Caffey Day 就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都是單車的 因為他們整個城市都很平 很細 那他們單車的活動 應用範圍 就可以大多 所以在外國很多時候 這些Caffey Day 都會跟單車軟的很有關係 好 所以就可以 對 包括這些一大堆城市 大家看到 我剛才也說了一些 可以不懂得做到 對 那怎樣 Caffey Day 為何這麼好玩 我們可以看看外國的一些例子 那下去 慢慢來 冷靜一點 慢慢來 因為是一段片 很緊張 大家 關鍵了 重要的 是要期待一點 好 來了 編編來了 有什麼 有沒有 有私人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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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一些字出來,就是WireFight 然後這個Mask,總之就不要搭車了 然後用這個方式去做妖神的生命 那這些都是挺好玩的 拍出來有畫面大家可以看到的 然後宣傳回9月22日卡片 然後還有很多報紙馬達成的座 那現在還有記者就馬達成的座 那些人馬達成的座 那些人馬達成的座 然後有記者就馬達成的座 那些人馬達成的座 好歹為看到野獎 旗即REAMS 和他人們把他走 正宗旗 ninth 下面國家會這樣 很可愛 這邊有兩天 這麼角色就 pouco了 另外,有些沒那麼動態,這個就要大家靜一靜 歐洲其實他們... 因為其實2000年開始歐盟就訂了9月22日是世界豪車的 所以他們整個歐洲都是一些同一的宣傳 之後會看到葡萄說這張廣告其實是由一個你猜都猜不到的公司做的 譬如福寶真的是富豪車廠來做一個咖啡的廣告 這樣去宣傳歐洲對整個環保咖啡的概念都比較強 他們連車廠都迫不得已一定要做這些事情出來 讓大家看看 好了,我們今年要在香港做到的事情就是 所以在做9月22日,希望我享受到 就鼓勵香港市場不得客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暴行去代替私家車 當中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想的 這個就留給你們的想法 其實目標很簡單 就是希望給多個市民 給多個機會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上 做一點點事就可以阻止到氣候變化 跟色燈一樣的道理 令到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在其中 希望可以減少到原始運輸本身的溫室系列排放 這個就是咖啡的重點 可以看回的,我們都計算過這些數字 就是到底同樣都是由上環到柴灣 我們同樣計算全環到尖沙咀 即是一些地鐵的路線 如果駕駛駛和地鐵的排放量相差多遠呢 如果私家車上去柴灣 每個人都會是2.31kg 那麼多的二氧化碳 按一下 但港鐵如果駛地鐵 其實只是0.6.7 即大概3分1都不夠 然後再按多下 在安全關節尖沙咀 也是大概這樣的數字 可以看到其實駛地鐵 是可以跟私家車相比 真的可以減少很多 可以幫助減少很多 好,接著要下班